很多经文当中写道 菩萨的初发心识 继承正等正觉啊 也就是说 当你发出这个愿力的时候 准备学博的时候 你的这种能量非常非常大 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当你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的决心是势不可挡的 但是当你做错事情了 你再想一想 那么可能你会想到 哎呀 这没那么容易嘛 最早的时候 我这个可能想法有缺陷 然后呢 许愿许过头了 我现在能不能再回过来 这就是很多人的写代 这就是很多人的 没有往前进的这个愿力 这就是告诉我们 为什么有些人会越修越差 因为人间的烦恼挫折 和你所有的错误 你都没有好好地把握住 你都没有用初始心 来战胜这些烦恼心和困难的心 我们很多人 在人间做事情 做一点扔一点 做一套说一套 慢慢地就丢掉了自己的本性 本性 本性就没有 所以学佛不是花花草草 我们学佛人是专门的生路进去 我们学佛人要弃而不舍的 因为佛能通一切智慧 就是告诉我们 菩萨他能够通达任何一切的智慧 你今天想不通 还在痛苦 还在烦恼 还在觉得纠结当中 你离开了一切智 菩萨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没有智慧 人间所有的烦恼 对菩萨来讲 都有智慧把它解决的 你今天不能解决这个烦恼 你就是会增加烦恼 所以你就是不能通达一切智 测万法源 什么叫测万法源 彻底领悟 所有的法的源泉 来自于哪里 所以学佛要靠智慧 你才能了解万法的根源 你看我们学法 学佛都有根源的 大家想一想 你们怎么会来学佛的 每个人都有个根源吧 经常想到 有的人告诉我说 他学佛是因为家里 爸爸身体不好 或者母亲 或者自己曾经感情上受到伤害 等等的一切 那个时候下定决心 我要好好地改变自己 我再也不能颓废 我再也不能懈怠 不能浪费生命 我要寻找一个解脱的方法 你记住你这个万法之源 你记住你为什么要学佛的 你就能有始有终 所以学佛人不能有始无终 一个人学到后来不能归远 就不能通畅 学到后来要明白 菩萨叫我们做什么 你要学会什么叫通畅 学佛最困难的时候 实际上是开始了 你开始之后的境界 一定开始是最高的 慢慢地一落千丈 因为当你开始许大愿的时候 你的劣根性就会暴露出来 你的烦恼 你的称恨心都会自然流露 然后你就会碰到困难放弃 就跟人的婚姻一样 没结过婚的人 非常想念着有个家要结婚 但是一结婚之后 他的业障来了 他的烦恼不断 他的自私心造成了婚姻的破裂一样 所以在佛教中 有一句话叫 出正则中修 我们要懂得学佛的初心非常重要 初心很正 就是你的发心很正 则中修 最终你会修成佛道 就是要靠着恒心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 出正则中修 就是因为你的初心很正 你最后一定修得成 那么修得成靠的是什么 就是靠你的恒心 你有了恒心 你就能够把最初的初始心 延续到最后 你就不会退转和懈怠 所以学佛修行 我们做人要讲道德 讲品行 这就是佛法提倡的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品德好的人不作恶 道德好的人众善奉行 所以如果一个学佛好的人的基础 一定是好的 一个学不好佛的人的基础 他一定不好 善良的根基不足 所以在平时生活当中 如果这个人一直很善良 他终有一天会开窍 会学佛 会入门 一个人平时你跟他接触 就是非常刁砖 非常尖刻的人 你叫他怎么样能够学好佛 他连最起码的 慈悲心 善良心都不够 所以佛法有很多法门呢 有天台宗啊 禅宗啊 净土宗啊 有密宗啊 有险教啊 他并不是每一个宗派 每一个教派 他都要你学习 要你熟悉 实际上 很多人什么都懂一点 到了最后 什么都得不到 一辈子成不了专家 还会走很多冤枉的路 什么都觉得好 什么都想学 最后别人学成了 你还在学 这个就是师父告诉你 每个人有每个人学佛的缘分 每个人有每个人成佛的道理 你如果把每个人的环境和条件 全部用你自己的心念来接受它 你慢慢的时间长了 你就是还在学 别人早就已经成佛了 真正的理解佛法 要须觉他日妄想 这句话大家记住 须觉他日妄想 须就是你必须要断绝 过去的他日 这是过去的妄想 就是告诉我们曾经的幻想 曾经的迷惑 过去的对佛法的各种理解 让我们很多想不通 学了一大堆 最后在迷惑颠倒当中 你连本性和为人的基本修养 你可能都没修过 所以很多人整天在修 修到后来看见别人 慢慢的失去了那种关心和慈悲 佛法讲 勤修清净波罗蜜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修行的人要精进的修行 你才会心中清净 这就是智慧的产生 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失去菩提心的 恒不忘失菩提心 恒常不忘失菩提心 就是告诉我们 有菩提心的人 就是想去帮助别人 所以修到后来 产生了很多想去帮助别人的心的人 他就是在证悟当中 所以灭除 障购无有余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要消灭自己内心的业障和污垢 因为修心 内修外修都有讲究 你只是在外修 你没内修 你内心的业障和污垢 无法去除 你就无法得到善果 所以一切妙行皆成就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凡是一切的妙法 去救度别人的妙法 都会产生善良的果报 所以情修清净波罗密 恒不忘失菩提心 灭除战垢无有余 一切妙行皆成就 就是让我们懂得情修 专门精进的去专门修自己的清净心 你才能达到智慧圆满的般若性 人怎么会有智慧的 情修得来的呀 东看看西看看 心散了 心乱了 什么都懂一点 最后什么都不懂 所以用恒心 不要忘却初始心 所以最初的初始心当中 因为有菩提心在里面的 你们想想看 你们去开始求菩萨的时候 我要找到佛法 我要救我的爸爸 我要救我的妈妈 或者救我的妹妹 救我的弟弟 一切都是菩提心的起源 让你不能忘记初心 就是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菩提心 所以师父跟大家解开讲 就是我们灭掉自己的业障 不能有任何的余地 不要给他在心中留有一块 可以隐藏肮脏的污垢和虐障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说 我说话很直 特别开心 听别人讲话 像一碗水一样 看得到底的 而有些人就喜欢把自己的业障 把自己的烦恼 深深的藏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来伤害自己 来让自己难受 让自己忘不了 远离了菩提心 所以一切妙行皆成就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 就是普度众生的一个心 所以修行修到后来 如果这个人没有广发菩提心 没有救度众生的心念的人 你就失去了菩提心 你只是一个修自我的一个修行人 因为只有思维去救度众生 你才能求证 宇宙生灭本源的根 你才能知道 这个宇宙空间到底是什么个缘分 所以修到后来就知道了 众生都是我的亲人 连今天我放生的鱼 也有可能是你曾经的亲人 你今天救下的 刀下的所有的生灵 全部可能都是你的本源 都是跟你有亲戚关系的 只是你不知道 所以上互念自己的悲心 你们有没有悲心 看见人家苦了 你们难受 看见别人哭了 你们会不会流泪 现在的人看见别人哭了就笑 看见别人痛苦了活该 看见别人家里着火了 最好全部烧光 开心了不得了 这就是现代人的心 远离悲心 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能伤我痛啊 无缘大慈啊 观世音菩萨跟我们没有缘分 但是又有疏远 所以观世音菩萨还能生出千手千眼 救度一切 救度一切众生的悲悲心 生出来了 其实每一个眼 每一个手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 就是承传了我们救度众生的这颗大悲心 所以学佛人应该常常生起自己惭愧的心 和忏悔的心 因为忏悔心和惭愧心 能够让你生起般若智慧 你们不要以为啊 经常能够掉眼泪的人 他是一个慈悲的人 他今天还哭得出来 说明他还有慈悲心啊 你去看看很多的杀人犯 你要把他枪毙了 他都不掉眼泪 你去看看有很多的杀人犯 就是最后见一下母亲 他都不掉眼泪 他没有悲心啊 而我们每一个人要懂得慈悲 那是我们的菩萨的境界 那是我们初始心啊 所以保护好自己 能够每天生起般若心的初始心 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每天念心经 就是把你的心变得越来越有悲悯性 一个人总觉得自己工作没做好 总觉得对不起别人 总觉得我过去伤害过别人 如果有这种心的人 你这个人不会懈怠 总觉得自己功高我慢 总觉得别人不如你的人 他不会有太多的悲悯性 所以经常要感恩 经常要长生忏悔啊 那是个宝贝啊 因为你长生忏悔 别人会慈悲同情你 经常去作恶 或者去欺负别人的人 一定是一个功高我慢者 所以佛法中讲 如能长辞忏悔心 和惭愧心 你一定能精进修行 得到精进波罗蜜 你将道心不忘波罗蜜 就是在修行当中啊 不会忘记自己的本源啊 所以一个人的心的清净 就是冲向大菩提心的资粮 所以师父要你们变得越来越干净 不要留有任何的杂念 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你才能超脱这个五欲六成啊 所以清净会让你升起初发心 初发心就是你的正等正觉的心 这就是师父今天跟你们讲的 如果一个人拥有正等正觉心 他拥有初发心 才会让你懂得怎么样在人间自度度他 怎么样才能让自己超脱凡人的境界 而进入菩萨的正等正觉的菩萨境界